大家好,我是老默 香甜松脆的枣仁酥究竟如何制作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技巧 边做边说材料数量 这里是鸡蛋一枚 白糖30克 小苏打一克 接着把这些材料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除了让它的味道更加统一 能让鸡蛋和小苏打发挥最大作用 因为鸡蛋它有物理发酵作用 这样最终呈现的效果 它就是比较疏松 直接体现出松脆的口感 搅拌成画面中这样 加入30克油 猪油,食用油都可以 这也要提醒大家 咱们放油的时候 最好是鸡蛋打完之后再放油 这样更容易搅拌匀 开始就放反而打不匀 之后低筋面粉准备150克 记准了一定是低筋面粉 这样咱们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好 如果有筋性 咱们搅拌的时候 把这个筋道搅拌出来 做出来它就是有点硬硬的口感 并没那么松脆 当时大家还要注意 先不要把它和成团 搅拌成颗粒状 我们还需要加两样东西 一个是瓜子 再一个是红枣 红枣切丁之前放到蒸锅里面 大火蒸5分钟 红枣会比较好去糊 好切一点 然后把这些材料混拌均匀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咱们在拌这个面团的时候 不要去揉 就这样搅然后捏 把它捏成团 如果搅的时间太久 这个面也会出筋 虽然是低筋粉 一旦揉出筋性 咱们前面说过 它的口感会发硬 完成这样之后 咱们需要准备15克清水 做这类的酥 一般都会加少许的清水 混合 这样能够更轻松的 把它揉成一个整体 单是油的话 咱们做这种酥 很容易碎 一个点要说一下 如果大家不喜欢吃鸡蛋 换成水分 这样操作也是可以的 问题也不大 面团和好之后 唯一的要求 它能够成团不散 排列比较紧密就可以 和好的面团 用东西盖上 5分钟 让它吸一下油 时间到了 直接取出来 咱们就可以来做了 做的时候 案板上不需要撒任何东西 直接在上面搓成条 搓条的时候 力量一定要匀 千万不要大力 搓得稍微细一点 粗一点都行 搓好条之后 直接来分剂子 搓剂子的手速一定要快 不要太慢 不然会压变形 外在切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太厚 稍微偏薄一点 这样更容易熟 而且更容易烤透 它的酥脆效果才能一致 如果太厚 里面容易烤不透 更过多 它就会偏软 不那么酥脆 切好的剂子 一定要像这样压一压 给它压薄 压匀 全部按好之后 直接放到烤盘里 这里大家可以发挥一下创意 上面放点什么东西 都是可以的 不及喜欢就好 预热烤箱的温度 上火150 下火140 10分钟 放入烤箱之后 还是同样的温度 烤的时间 18分钟左右 时间到直接取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颜色发黄 像这个状态 就是OK 出来之后 一定要晾凉 它的酥脆度 会更完全 如果趁热吃 它中间还会有一点软 正常现象 想做好其实并不难 最关键的点 一定要注意好 比如 和面的时候 水分 油分 都要配合均匀 这个时候 稍微偏薄一点 烤的时候 注意好火力 这样就比较容易了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